这个路不好走啊兄弟们 这个路被挡住了这个树子 兄弟们今天又出来钓鱼了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了 已经进步两年了 然后今年十月份刚开始解禁 我听说啊听我表弟他们说 这里的这里的鱼啊 现在那个西石斑什么马口啊都很肥美啊 应该也很吃口 所以说今天啊好好盘一下我们这个西石斑 走吧又花了三百块买了个钓箱 我发觉有点不实用太重了 而野钓的话确实有点笨重 这种箱子只适合黑坑 到钓位了兄弟们 请来看一下我弟啊 鱼货怎么样 他钓了差不多两小时了 上鱼了没有 两条啊 什么鱼啊 已经下户了 他的白条是吧 这个位置还可以钓的七星飘 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他们用的都是三米六的 用四米五的嘛 然后用二号钩 新的话也是用三米六的 可以的可以的我弟已经上鱼了 两条啊都是白条 今天我们用这个最匀死的耳料 活蚯蚓啊 用蚯蚓来试一下 主要是钓西石斑 硬气好 那两条大的也更好啊 已经调好飘了兄弟们 直接开干啊 好久没怪我蚯蚓了呀 蚯蚓有个好处就是不用平凡这个换额料 这个鱼咬了几次可能还能用这个额料 所以说相对来说也比较省力 好先甩地杆啊 这有点逆风啊 哎这个钓位今天舒服多了 兄弟们我这边全部都是小白条 去上面看见他们怎么钓的 这边都是这种大海杆 漂亮 哇这个老哥今天太厉害了 想不到这种河都有这么大的草鱼啊 七八斤一条兄弟们 还是金黄金黄的 我们这里禁鱼两年啊 想不到就长这么大了 太好看了这鱼 哇又上货 上的是一条大鲤鱼啊 这鲤鱼的话也是金黄色的 哇 说实话我都一点想买下来吃啊 太好看了这鱼 新木新木 大家看这鱼的鱼货 七八条 这个白条 高丘 高丘啊 对 拿着吧拿着吧 拍个婚 太难了 回家喽